大半夜救護車開到基隆一間養護中心 要在裡面的住民到醫院採檢 這裡在4月30號 員工例行性快篩 發現一名照服員陽性 方時進一步對住民快篩 再發現5名住民呈現陽性 結果到了隔天5月1號 其中一名住民服姓身亡 只有議員質疑相關選擇單位 第一時間沒有前往觀察了解 是否對於慢性病患者染疫 應變速度根本就是慢半拍 我們要透過社會處 然後再轉給我們的衛生局 那其實在轉介的時間中 而這一些患者 其實他本身就是慢性病 比抗力較差 甚至他們沒打過疫苗 他們往往在這段時間內 可能就會發生不幸的意外 議員說去年就有長照機構爆發群聚 到了今年市服動作 好像沒有比較敏捷 轉介流程太慢 有些住民因為健康問題 又沒有打疫苗 一拖再拖可能延誤治療 但是衛生局則是回應 當下接過消息 並非沒有動作 而是請養護中心 先針對住民 實施快篩陽性跟陰性的分艙分流 並且安排全面的PCR篩檢 結果在2號早上出爐 包含不幸死亡的住民在內 還有兩名照服員 9位住民 總共12人確診 死亡的住民 得等到香驗完成才能確認 至於其他染疫的住民 如果是無症狀或是輕症 可以就地照護 若是症狀嚴重 會轉送醫院 是住民的身體狀況評估 確診者暴增 是否工作量大 但處理速度 就看能否再加快一些 TVBS新聞劉欣愉 黃凱敬基隆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